今天呢我们直接来到第18课 战时战后的中国电影 这个战子呢 其实主要指的是从1937年到1945年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侵略的八年抗战时期 在这一时期呢 中国的电影业随着战争的到来 遭到十分严重的破坏 不少中国电影都沦为了日本人的意识形态工具 因此呢 五个人认为这是一段屈辱的历史 总而言之 我们还是先回到硬式上面 通过拆解考点 然后把这一段历史完完全全的把它给还原出来吧 OK 首先呢 我们要拆解的考点有两个 就是B5战时中国电影 和B6战后中国电影 首先呢 我们进入今天第一个考点呢 就是B5战时的中国电影 时间范围是1937年到1949年 我们围绕这一个考点 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出题 考试呢 也只能这么出题 第一道呢 是减数抗战时期的中国电影的发展背景 这是01的发展维度 第二道 减数抗战时期中国电影各个地区的主要创作风格 这是02特征维度 我们把这两道题解出来 就是意味着战时中国电影这一个考点呢 就被我们完全给拿下来了 先来看第一题 减数抗战时期中国电影的发展背景 作为一道中国电影史范图的考题 我们先来架上模板 注意第二段是我从发展维度给出的参考模板 调整过的语句呢 我都用红色字给大家给标明了出来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来罗列这个维度下的答题点吧 抗战时期的几个答题点呢 我是按照不同地区去划分的 首先第一个地区呢是B5-1国民党统治区 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 国共之间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是我们学过史冈同学一定知道的一个考点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 除了战略方向上的合作 在电影的创作上 共产党也能直接参与到 本来是由国民党掌权控制下的中志等电影公司 共同参与创作 也就是说 之前那些左翼进步电影人 也可以进入国民党掌权的公司去创作了 换句话说 这个时候就没有两个政党之间的分歧 没有软性电影和左翼电影的分立 所有的电影创作都朝着同一个目标迈进 那就是抗日 只有遭遇外敌入侵的时候 中国人民才会无比团结起来 不管什么时候都是这样 OK 那么其次 我们还必须明确 什么地方是国共双方合作的地区 中志等电影公司 到底在什么地区进行电影创作的 只有两个 就是武汉和重庆 在武汉 中志公司设置了很多 以广大士兵和民众为主题的故事片 而在那之后 中志公司迁移到了重庆 在重庆 破大了规模 并且还在香港设立了分部 叫做大地公司 继续拍摄抗战电影 设置了很多抗战新闻纪录片 总之呢 鼓励民众抗日 是当时国共双方合作下的 电影创作的主旋律 OK 我解释完了 现在大家看听课笔记 然后自己玩车停空 学会防写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个大体点 就是B5-2 抗日根据地的电影 刚刚我们所说的是国民党统治区 国共合作下的电影创作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到共产党所在的地区 延安 当时呢 在八路军的指挥下 我们自己的电影基地 闪干年电影社 成立了延安电影团 虽然呢 我党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 设备非常简陋 但还是拍摄了很多还原真实的 一个大型纪录片和新闻片 是人民电影事业的真正的起点 好 我解释完了 接下来大家根据听课笔记 把这个大体点再补充完整一些吧 好 我们接下来到下一个大体点 是B5-3 租界区的电影 上海地区 我方战场说吧 接下来我们来到当时被西方猎场 占领的地区 租界区 当时作为租界区的中国地区呢 主要是有两个 上海和香港 他们都是被西方国家所占领很久的一个区域 名义上是被租界 实际上呢 就是被殖民 在上海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由于中国军队的退出 占领了整个上海 但还不敢在短期内对被西方国家占领的地区交战 肯定要给西方国家一些面子嘛 所以呢 上海当时的租界区 依然是受到西方国家保护的 当然这个保护要加一个引号 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区域 全中国都在打仗 只有这片地区 跟红酒绿 秦深深与萌萌不就是讲述了这一段历史吗 于是呢 我们就把当时的上海称之为是孤岛 所有的电影基本停业 只有一家叫做新华公司的 正在拍摄影片 主要呢 都是一些商业娱乐片 麻痹自我 也麻痹大众 OK 我解释完了 现在根据听个笔记 填空 然后完全防写吧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租界区 B5刚4 香港租界区的电影 和上海一样 香港当时因为有英国殖民当局的保护 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 还没有完全能够延伸到这里 所以呢 相对来说 这一地区的人们可以借助电影 来表达爱国主义的思想 就像之前所说的 由国民党掌管的 共产党入驻的中治公司 它在香港建立了大地公司 拍摄了很多通俗的大众的抗战故事片 和新闻纪录片 好 我解释完了 接下来呢 我们根据听个笔记填空 然后完成防写吧 好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彻底沦陷的地区 B5-5 沦陷区的中国电影 国民党统治区和延安地区的电影呢 可以毫无顾忌的进行抗日宣传 而在租界区的电影呢 就比较复杂 有抗日 有自我麻痹 而在东北华北和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的上海 则彻底沦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写下了一段屈无的历史 在这个背景下 那些沦陷区的电影创作 基本就成为了日本人洗脑的工具 企图毒害中国人的思想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在八年中 日本帝国主义非常积极地去打造一种叫做国策电影 什么叫国策电影呢 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以宣扬日本政府国策为主的内容 比如宣扬中国人只要依靠日本军事力量 安分守起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了 主张实行法西斯主义的社会革命 总而言之是极为明显的洗脑电影 为了宣传这种电影 他们成立一家叫做满印的公司 这家公司全名是诸事会社满洲硬化协会 成为了日本人控制人心的思想武器 这家公司在东北沦陷区 足足持续了八年的时间 洗脑洗了八年 之后又在华北沦陷区 和松竹东印两家非常著名的日本公司合作 成立了华北电影股份公司 垄断了华北沦陷区的电影制作和发行放映 而在之后的上海 租界也保护不了上海了 日本人永久还是占领了上海 并且在上海吞并的12家公司 成立了中联公司 极为霸道猖獗 但很庆幸 我们中国人始终没有被他们拍摄的电影所误导 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 OK 我解释完了 现在根据听个笔记填空 然后完全防血吧 好 那么我们把这几个答题点全部带入这个模板当中 那么这一道题也就被我们轻松解决了 好 事不宜事 我们来到第二题 简述抗战时期中国电影各地区的主要创作风格 先来架上结构套上模板 注意第二段 我是从特征的维度给出了参考模板了 调整过的语句用红色字给标明了出来 大家注意一下 于是我们开始罗列这个维度下的答题点 中国电影在抗战时期 主要还是像刚才那样切分地区 每个地区形成了不同的风格 所以我们现在主要是总结每个地区的不同的风格 第一种风格是B5-6 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战类型片 当时我们知道国共双方实行了合作政策 共同抗日 因此拍摄的影片主题也是以抗日为主的 但是在形式上主要切分了以下三种 第一类是故事片 当时杨汉生为中志公司创作了四个电影剧本 八百壮士 青年中国 赛上风云和日本间谍 从题目就可以看出来 非常鲜明的抗日主题 用记录的手法 还原了中国士兵的战斗情境 从而激发了人民的战斗激情 第二类是新闻纪录片 主要记录的是西南西北地区 少数人民支援抗战内容 体现了民族的风情 第三类是动画片和音乐片 把抗战和卡通歌曲结合起来 同样也起到非常好的一个宣传的作用 好 我解释完了 接下来我们根据听个笔记填空 然后学会防写吧 第二种风格是B5-7 延安电影团的创作 延安电影团是共产党领导的电影基地 所以拍摄的主要内容 基本都是围绕着抗日根据地 军民的生产劳动 生活日常和战斗行径 表现的手法 基本都是以纪录片和新闻片为主 好 我解释完了 现在根据听个笔记填空 然后防写吧 好 接下来第三种风格是B5-8 孤岛电影 在被称为孤岛的上海渡界区 虽然经历了萧桥 但很快就恢复了繁荣 新华公司在日益时期拍摄了大量的影片 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类是古装片 这类影片基本就是借一个古装的壳 想要表达的依然还是抵抗外族入侵的主题 比如当时非常著名的木兰从军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第二类是时装片 时装片在当时主要是以商业片的形式出现的 也就是说基本都是要赚到钱的 刻画的一般都是孤岛时期的生活的不同侧面 表现战争时期人性的一个挣扎 到底是贪图享乐还是积极抗日 这是在租界区的人们当时一个非常纠结的一个问题 好 第三类呢是娱乐片 这一点就契合了之前我所说的麻痹大众的影片 因为在租业区作为中国人无法参与战斗 只能庇护在西方国家保护下 看着亿万同胞们抛头颅洒落血 这种心情是非常难受的 所以呢 很多人就干脆自曝自己选择逃避现实 于是呢 一些以喜剧片为首的娱乐片就出现了 反映了当时孤岛社会 人鬼颠倒的社会情境 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讽刺 OK 我解释完了 现在给你听个笔记 填空然后防写吧 好 接下来第四种风格呢 是B5刚9爱国浪潮下的香港电影 在香港 大地公司拍摄了非常多的抗战国语电影 形成了一股非常坚强的抗日潮流 全中国一致对外 哪会有像现在的香港事件 香港人就是中国人 没有地域之分 爱国的情绪是不分地区的 OK 我解释完了 现在根据听个笔记 填空然后防写吧 那么第五种风格呢 是B5刚10 沦陷区的殖民电影 在当时的三个沦陷区 东北 华北 和之后的上海 日本帝国主义疯狂的企图 在武力和意识形态两方面 对中国人进行镇压 这种思想上的改造 主要形成了两种途径 一种呢 像刚才提到的 经营殖民宣传的国策电影 另一种呢 像鸦片一样的 让沦陷区的人们放弃抵抗 贪图享乐 进行精神麻痹的娱乐电影 比如在当时的上海沦陷区 中联公司一年就拍摄了 50多部娱乐片 值得一提的是 这种娱乐片和刚才提到的 孤岛时期的娱乐片 是有所不同的 虽然呢 同样是在上海 但孤岛时期的娱乐片 是人们自我逃避 自己选择麻痹自己 而在沦陷时期 上海的娱乐电影 是日本电影公司的一种策略 前者呢 是主动麻痹 后者呢 是被动麻痹 好 接下来我们完成听课笔记 好 当我们把这五点 全部带入这道考题当中呢 这道题也就完美地解决了 本来呢 我准备把接下来的一个考点 再后中国电影也讲了 但是精力有限 也希望大家能够轻松地去学习 所以呢 我会把这一节课 拆成上下两节课 上半节课就是今天这节课 下半节课呢 我们之后再见 大家一定要记得 在评论区完成作业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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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